这个诗歌我写了为了Elizabeth Bagriana 这是一位著名保佳列十个人 在大白年当成 我以前写完了保佳列语 然后呢我当翻译了普通话或者韩语 闹钟正让令人吃惊 跟他圆圆的联系 跟他各领位置标准 和他小孩的单纯群 这是所谓的生活中 一个圆跟一个脑中 写美丽的诗歌给我听 然后蜡烛、圣服和纪念品 小心翼翼在不行这里 在他的完美实际里 他的缘已经分闭了 面对失败 和闹钟我看不见了 这些诗歌 是什么诗歌的